来自巴基斯坦的萨弗达 就在为毕业后留在中国工作努力 我叫萨弗达来自巴基斯坦 今年27岁 是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的 专业是汉语国际教育 在北京已经三年多了 再过两天 萨弗达就要进行硕士论文答辩 对于论文答辩 萨弗达很紧张 老师好 我的论文题目是 巴基斯坦学习者 自信自信的调查发展研究 我说这样可以吗 可以 我觉得很好 我看一下第一个视频 萨弗达过来 老师好 你好 萨弗达 昨天讲得不错 但是还要改 三个实验里要主要看是怎么报告 你比如一个一个看 这个是怎么回事 你那个数据是不是有问题 你回去你把原始的材料 拿过来重新算一下 中国是很安全的地方 然后这边的中国人是很喜欢帮助 很热情 感觉很舒服的 就像我自己的家 从老师办公室出来 萨弗达就赶往北京一家公司面试 如果被聘用 就能实现他毕业后 继续留在中国的愿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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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来面试的 您是来的 你对海外市场的工作都有哪些理解吗 海外市场的 其实没有什么那样的经验 但是希望我进入这个公司以后 会学到这样的东西 你将来是打算留在中国工作 是吗 什么地方 让你想留在中国 我觉得现在是中国经济快速非常快 未来时间也会有快速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还是在中国这边 留一段时间比较好 那行 今天的面试咱们先到这里 然后如果有结果的话 我会通知你 谢谢 谢谢 再见 两个月之内 我希望达到对自己合适的一个工作 我以后想把家人也搬到北京这边 因为北京这个地方是很方便的 我希望以后的我上海也会开心一点的 我是 你是 你 有 你 是 感谢观看